我们每日使用的自来水 背后经过了非常严谨的处理工序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与澳门供水相关的十件事 澳门的原水主要来自西江 这是因为澳门淡水水源缺乏 没有杂雨的山岭 又不能够兴建大型的蓄水库 令澳门多年以来 都依靠国内供应原水 现在有九成半以上的公澳原水 都需要由珠海买回来 澳门自来水的整个供水过程 由原材料,即是原水 到水处理过程,水质检验 以至输送到所有用户的每一个环节 都进行严谨有系统的品质和卫生监控 并且已经取得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统认证 而澳门自来水的化验研究中心 也都已经取得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颁发的ISO IEC 17025实验室认可证书 拥有国际认可的检验能力 供应方 珠海水务集团负责对公澳原水水质的全面监控 定期向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提供原水水质报告 买方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直接向内地买原水 并且由海事及水务局 与民政总署化验所一起监测公澳原水的质量 至于营运方 澳门自来水化验研究中心 也都会密切监测进入本澳的原水水质 以及联同民政总署化验所 随机抽养公水管网的公水质量 这种三方监测的模式 有下确保本澳公水水质安全 目前全澳一共有三间水厂 包括了青州水厂 大水航水厂 和路环水厂 我们正积极筹备在路环石排湾 兴建第四间水厂 落城之后 全澳的日供水能力 可以跃升至59万立方米 有效保障澳门未来10至20年的发展所需 现在我们三间水厂采用五种不同水处理工艺 由V型类磁 墨冲程清磁 高效气浮 以至最先进的气浮 加超类技术 都能够生产出符合本澳和欧洲 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来水 我们的化验研究中心 每天都会对出厂水进行常规性分析 水质分析指标 远超过澳门公牌水规章 所定定的64项 市民最关心的指标 我们也有盐 例如有咸度 有机密 圆 格 格 尼 等多种重金属 和其他项目超过90项 而各个指标的合格率都接近百分之一百 7月正直严下 即逢旅游旺季是全年的用水高峰 最高日高水量接近三十万立方米 而我们目前每日三十九万立方米的生产能力 不单只能够有效保障全澳近六十万市民的用水 亦足以应付每年三千万房澳旅客的庞大需求 澳门自来水自从1935年成立至今 已经和大家一起度过了八十个年头 我们信应时代的转变 与时俱进 不断革身求进 致力为全澳市民提供安全 可靠 优质的供水服务 澳门自来水和文政总柱化验所 每日在全澳供水管网近90个取养点 随机抽取水养 进行常规化验 以确保供应全澳的食水符合卫生标准 大家若要家里的食水有十足保障 还需要多注意大厦屋界 私人范围外的供水设施 包括地面和屋顶水箱和室内后门 都要得到适当的保养和维护 这样大家便可以容得放心 饮得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